曙光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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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7号晚至8号凌晨 神州13号航天员程组进行首次出舱活动 此次曙光港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选拔训练室助理研究员吴浩担任 响亮的曙光明白指引着航天员出舱 今天是第一次作为曙光港 我非常的激动 然后因为我们为这次出舱活动 也准备了很长时间 然后航天员他们训练的也非常刻苦 我们在地面上在水下 然后在地压舱在虚拟现实 我们在很多现场都不停地去 就是去训练这次出舱活动 然后进行各种推演 然后包括他们上天以后 我们也是就是 尤其在出舱前的一周 我们每天也都在沟通和交流 所以说他们今天就是 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曙光港是什么 曙光曾是中国第一次 载人航天工程计划的名字 在航天员的出舱任务中 地面的支持小组会通过曙光港 和航天员直接沟通 航天员从核心舱进入节点舱 直到出舱活动任务完成 返回核心舱并关上舱门全程 由曙光指挥实施 吴浩虽然是第一次担任曙光港 但他表示并不紧张 因为在地面上陪航天员训练了几百个小时的这种水下 然后上百个小时的低压舱等等等等 在各个现场 就是说他已经包括了他在天上 这个整个的流程了 所以我们在底下我们已经配合过很多次了 所以并没有很紧张 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 就像平时每个月都有月考 然后呢 现在就是说期末考 所以没有那么的紧张 吴浩也是一名航天员教员 据了解航天员教员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凡是涉及生理极限危险的训练 他们需要比航天员先一步做到 很多时候并没有想过 就是说到底是男教员还是女教员 因为我们既然负责了这样的一项训练 比如出舱活动训练 那自然我们想的是怎么样把这个训练去做好 而不是想说我是女教员 我就可以比如说某些项目我就不去做 或者什么这样的 而且我们还有女航天员 你想女航天员都能做 那我们女校员为什么不能做呢 对吧 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永远都是 你只有优秀和及格的区别 在航天员翟志刚 王亚平即将返回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时 吴浩代表全体工作人员 对他们送去了祝福 热热祝贺洞两 圆满完成中国女航天员的首次出舱活动 为你感到骄傲 热热祝贺洞邀 08年首次出舱后再次漫步太空 为你们的密切配合和完美表现 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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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